畫面中一輛警車攔下前方 黑車因為駕駛已兩倍 限速在街頭飛車 不過當執勤員警 準備上前盤查 行車記錄器和隨身密錄器 曝光人命關天的緊急時刻 黑車內一名母親崩潰狂吼 一旁18個月大的嬰兒 疑似被噎到臉色發紫 父親則是跌坐在地 要求警察放他們去醫院 聲明員警不斷安撫交集 父母冷靜在馬路中間急救 朝小朋友背部輕輕拍打 等到職員警力到場 小朋友已經開始正常呼吸 隨後當地媒體瘋狂 報導員警英勇救援的畫面 不過他反倒是很謙虛 表示自己只是依照 平常訓練處置 以上是最新消息